初代网拍女神 业配始祖的陈央景 Grace虽已经有两个孩子 不过拥有百万粉丝的基础 她经常在Instagram与脸书分享家庭与育儿去世 近日她与友人前往韩国东大门旅游 更进行美食之旅 并录影与粉丝们分享 只见她拍摄影片拿起餐具用品秀出一串韩文 误以为上头写的韩文是店名 讲完还问旁边有人 我有念对吗 没想到对方还用台语在说 水哦 影片一出立刻被懂韩文的网友纠正 陈央景与友人昨一十三日 前往东大门小巷子内的老餐厅用餐 并在IG贴出影片 只见她热情对着镜头分享美食 随后拿起印一串韩文的餐具套说 她店名叫做 雨碧还向朋友说 对吗 我有念对吗 对方则用台语直夸 水哦 紧接着继续介绍餐点 殊不知自己根本搞错 网友在影片下面留言纠正 表示那个 汤匙套上面的字不是店家的名字 是卫生汤匙套的意思哟 我很确定店家名称一定不是叫做卫生汤匙套 不是 这不是店的名称 那个意思是卫生勺子套 陈央景友人也立刻在底下道歉 是我交错了 不好意思 这意外插曲也让不少网友直说哈哈哈哈太可爱了 讲错了 怎么这么可爱 顿号 真的很有趣 我喜欢你